1949年4月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千里长江防线 4月23日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 1949年5月解放大西北拉开帷幕 身在太原的彭德怀被毛主席叫回北平 年底以前你在西北打几个大仗 占领甘肃 宁夏 青海 我先占领西安 简阳 那时候如果青海的马不方 宁夏的马洪奎都远离老窝 我就先打二马 为了不影响彭德怀的临机决断 毛主席让他不必请示 更给了他最大的权力 你临机决断不必请示 整个大西北统统交给你彭德怀 陕西西安的胡宗南没有抵抗就放弃了西安 进而向汉中挺进 西北的国军当然不只是中央军一家 胡宗南放弃西安 马家军就不得不出兵抗击解放军的进攻 这一招 胡宗南不仅保存了实力 还有机会与马家军一起合击彭德怀的野战军 1949年5月20日 解放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 就解放了西安 在宁夏的陆军上将马洪奎 也早已知晓胡宗南放弃西安的用意 于是致电蒋介石 说他临阵脱逃 如果胡宗南不再继续南下 他愿意与马不方携手 配合胡宗南夺毁西安 蒋经国利用自己的才华 分析了马家军与胡宗南此事的关系 西北历来是二马的地盘 胡宗南不战自退 势必将隆东和闪干公路完全暴露 大门洞开 干清宁失去屏障 受到直接威胁的 肯定是二马 这是胡宗南的聪明 未放弃西安前 胡 有求于二马 一旦放弃西安 二马 反过来有求于胡 蒋介石当即下令 让蒋经国回电胡宗南 又给马洪奎一张委任状 他所需要的不是电报 是一张委任状 我主张马洪奎出任西北军政长官 但临时 总统李宗仁却和蒋介石的想法完全相反 马不方是匹野马 比较容易利用 给他屁股上加一鞭子 他会卖力的拼一阵 至于马洪奎嘛 年长十岁 屎匹划马 有时候 你连他的尾巴都抓不住 他呀 当个副手合适 此时 在秦川的一野指挥部里 副司令员张宗迅担心到了七月份 还拿不下天水和品粮 马家军就会收割笼东和笼西的粮食 于是彭总司令再次的下令 让十八和十九兵团加快脚步 尽快拿下天水和品粮 另一边的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同时收到了彭总的集点 战士们正加紧时间强度风铃渡口 最终马不方被任命西北军政长官 马洪奎只能听从他的命令行事 马不方的儿子马纪元被任命为青海和宁夏的总指挥 马家军在平梁召开了军事会议 马纪元的计划是 想趁彭德怀的军队还被站稳脚跟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夺回西安和咸阳 彭总也收到了情报 就目前行事 胡宗南与二马表面上精诚团结 实际是貌合神离 一旦打响 胡宗南必会隔岸观火 二马兵力合兵一处 分三步向咸阳解发 而彭总将主力全部布置在咸阳 如果马纪元的部队打头阵 一旦他的部队被击垮 马洪奎的部队就会不战而退 1949年6月12日 咸阳阻击站正式打响 马纪元的骑兵首当其冲 却遭到解放军的猛烈阻击 击站三小时攻击不前 收到消息的马洪奎的部队 却悄悄后撤50公里 咸阳一战共兼敌2000余人 俘虏29人 但有两人因不承认是马匪 却被一个连长相毙 结果连长受到处分 北将为排长 因西北是马家军的生存之地 他们势必会顽强抵抗 胡宗南撤往了汉中 如果让其逃脱 就是放虎归山 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 建议彭德怀用两个兵团 一边消灭胡宗南的主力 再用一个兵团 牵制马家军 习仲勋 与贺龙彭总分析了当下局势 决定先打胡宗南 但另一边的胡宗南 却不害怕下的进攻 我五个军加卫和两岸 集团配置 难有秦陵可退 北有二马呼应 共军如进攻二马 我可全力积极策背 共军如向我进攻 二马可快速持援 在彭德怀的账本上 还没有一口吃掉 我五个军的先例 胡宗南不相信 彭德怀有这么大的胃口 一下吃掉他五个军的兵力 但彭总早就下了决心 就是要吃掉他的五个军 于是他命令部队 迅速占领罗居镇和煤线火车站 只要把这道闸口卡死 胡宗南的五个军 就是一滩死水 不怕他不愁 这项艰巨的任务 交给了第四军 各部队夜间秘密行军 但此时的彭德怀 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夜晚出奇的寂静 直到十九兵团 按时到达指定地点 摆出一副向二马进攻的样子 彭总随即将一兵团下达了攻击命令 彭总命令 开始 同时套击了胡宗南的四个军团 军团司令员李震建议将部队向西撤退 但胡宗南却要原地鼓手 他的六十五军和三十八军遭到重创 残余兵力 正向罗居镇和煤线火车站突围 解放军第四军与国军展开了激战 甚至有的阵地只剩下六个人 但他们没有退却 直到王震的第一兵团及时赶到 才将快要突围的敌人歼灭 大个子因这次俘虏了一个连 彭总恢复了他连长的职务 并在私底下有意将他升为团长 先替他当营长 我看了 他是个当团长的料 扶煤战役结束 歼灭国民党军四万三千多人 这场战役完全解放了陕西关中 为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得知 扶煤战役胜利的消息后 电告彭德怀 胡宗南在为何一夜之间丢掉了四个军 蒋介石骂他质打财书 严锡山在广州召开了军事联防会 西北二马同胡宗南一同参加了会议 马洪奎在会议上表达自己的心声 一切会听从马不方的命令 可当会议结束之后 他悄无声息地就坐飞机 回到了银川老家 不想被马不方软禁起来 逼迫他出兵 两马各怀鬼胎 这两匹马顺不到一个槽上 看来啊 这军事联防会算是白开了 给宁夏一个兰州 我们要同时进攻 势必兵力分散 如果先夺宁夏 等于给了青马以重新布置防线的机会 甚至可能逼其入川 这样一来 会给刘邓带来麻烦 二马相比 青马的兵力较强 加上二马历来有矛盾 如果我们先打青马 宁马未必肯卖力支援 西北的最后一仗 就在这 兰州 彭总夏定决心先打兰州的马不方 进入大西北之后 王震的第一兵团在过河之前 把所有猪肉全部留下 他要尊重回民群众的生活习惯 马不方的儿子马纪元是西北军的总指挥 他下达了在兰州与解放军的决战命令 马不方以五万人防守兰州 以马红魁部的第八十一军保障兰州左翼安全 第一野战军全部到达指定位置 定于二十一日实施火力侦察 敌人依靠坚固攻势 阻击了解放军战士的前进 出战告捷 马纪元迫不及待地就将胜利告诉了父亲 可马不方却没有掉以轻心 他知道交兵必败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 恶仗还在后头等着他们 彭总对这次失败 也向毛主席写了检讨 虽然吃了败仗 但最起码摸清了敌人的火力情况 南山驻扎着敌人的全部主力 攻占南山河夺取黄河铁桥 是解决兰州的关键问题 于是他命令第二兵团 司令员许光达 立即将大炮射在山上 一门火炮可抵三门大炮 彭德怀总结经验教训 侦察敌情 调整部署 改进战法 又一次向敌人兼顾攻势 发起猛烈炮击 眼看解放军将要攻上阵地 马纪元连忙下 领利用火弓 持至解放军的进攻 但为时已晚 阻挡一时 可阻挡不了一事 解放军很快突破敌人防线 前面马纪元还在窃喜胜利 现在缺成了瓮中之鳖 南州眼看就要守不住 马不方立即恳求马红奎出兵持远 第三军一步于26日凌晨攻占兰州 城汽关 抢占黄河铁桥 截断守军退路 并与城卫守军展开激烈巷战 其他各军也相继攻入城区 全坚守敌 解放兰州 马红奎的第81军撤回了宁夏 他隔岸观火 置马不方于死地 心狠手辣的马红奎 知道银川也会守不住 在临走之前却做出了人神功分的事 别忘了 在银川放火的时候 先从我家烧起 把银川的家家户户都烧光 把银川都烧光 那些汉人 可以不管他 烧就是了 可那么多回族同胞 怎么下手啊 你这个笨蛋 软蛋 管他是灰还是汗 都懂手 给共产党 留下一片灰烬 为了追击溃逃的敌军 武师师四团战时冒着暴风雪翻越七列山 虽然完成任务 但也付出了150多人的代价 兰州敌战 打通了禁军青海 宁夏和河西走廊的门户 为解放新疆乃至整个西北地区铺平的道路 一野一兵团自令监政委 王震率领下 开始了禁军新疆的行动 用我们的双脚走完大西北的最后一段路程 解放大西北 统一全中国 统一全中国 这一路2000多公里 最难走的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它被人称为死亡之海 人能进去 却有可能出不来 但解放军战士不畏艰检 克服种种困难 终于进入新疆 1949年9月25日 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 陶制粤通电起义 新疆和平解放 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前进4500公里 消灭了30万敌人 解放了占全中国三分之一的土地 创造了第一野战军军事史上第一个奇迹 大禁军解放大西北 上映于1996年 这是一部史诗级战争电影 彭德怀全家二马其实应该是大叔特殊的一段历史 结果却草草了之 在此电影中知道了马步方曾经屠杀西路军的事 马洪奎马步方方场作戏真是绝 人前哭人情说共同抗敌 人后却弃兰州跑路宁夏 像这样的军队怎能不吃败仗 好了 本期视频宣布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